今天来大家看一部做十件事情奖励五百万的电影 修罗的游戏 而十件事情之中美色诱惑和吃屎 也只不过是热身运动而已 话说男主阿剑和依依是一对非常恩爱的情侣 今天是依依的生日 阿剑为了让他开心 不惜花重金买了一款名牌包包 虽然亲朋好友投来的羡慕目光让阿剑很有面子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的幸运卡已经严重透支了 就在阿剑为此发愁之时 他却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对方说他是被选中的幸运用户 只需参加一场游戏就能获得奖金 高达五百万的奖励 起初时阿剑觉得对方肯定是个神经病 可对方却说 你可以试试把你和女友的合照发朋友圈 即可获得第一笔奖金 阿剑虽然还是不信 可发个朋友圈又没什么损失 况且就算神秘人不说 他本来也打算要发的 然而当阿剑把照片刚发出去不到一分钟 他就收到了一笔一千元的转账信息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非常缺钱的阿剑顿时高兴坏了 女友依依为了奖励阿剑今天的表现 直接就与其玩起了套圈游戏 而神秘人也适时的在两人玩完游戏后 再次联系了阿剑 对方告诉两人 这是一场考验真爱的游戏 需要他们俩一起参加 如果能坚持到最后两人不分手 就能获得五百万奖励 中途一旦退出或两人分手 之前所有的奖励也会被收回 此时阿剑和依依刚结束完战斗 那感情简直不要太浓厚 于是二话不说就选择加入游戏 两人仿佛已经看到了五百万 在向他们招手 甚至开始谋划着要买车买房买包包了 正是加入游戏之后 第二个考验也随之到来 两人只需互换一下衣服 然后去商城上个异项厕所 即可获得一万九千元奖励 这个考验倒没什么难度 毕竟只要自己不觉得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嘛 短短不过五分钟左右 两人就得到了一万九的奖励金 不得不说这钱来的也太快了 两人也对五百万更有信心了 随后是第三个考验 两人需要为彼此录一段视频 将心底最想说的话说出来 就能获得三万元奖励 这个要求同样也是非常的简单 几分钟过后 两人就分别录制了一段什么 海事山盟 什么海枯石烂 什么永不背叛的坚定誓言 都说秀恩爱死得快 可两人却是直接洗涤三万块 不过前三关只不过是开胃菜 从第四关难度才刚刚开始 第四关的内容 是让阿剑亲吻一个光头大叔的脑袋 奖金五万块 阿剑虽然有点不情愿 可在依依的鼓励下 他还是硬着头皮亲了上去 代价则是被光头当成变态 爆锤了一拳 而就在两人谈话间 阿剑看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第五关的内容则是 打前女友一巴掌 并撕烂她的衣服 阿剑作为一个男人自然是干不出这种事情 可这对依依来说刚好就合了她的心意 不仅能教训前任 而且还能获得十万元的奖励 简直一举两得 接着神秘人告诉两人 第六关的奖金已经上升到了二十万 想要继续游戏的话 请务必在晚上七点前赶往郊区的某栋别墅 此时的两人已经完全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迫不及待的就赶往了神秘人所说的地方 同时幕后主使也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扇子哥人狠话不多 一眼就看出了依依的包包是高仿货 而当依依得知阿剑送自己的竟然是山寨货后 他非常生气 尤其是当扇子哥送给他一个真品过后 依依更是把阿剑送他的山寨货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见扇子哥如此不给自己面子 阿剑也很不爽 于是他就问对方 你为什么要选我们两人呢 扇子哥则表示 我只是想寻找人间的真爱 而且我可不止找了你们两人 在你们之前 我已经找了五对情侣 他们最终都没能坚持到最后 希望你俩不要让我失望 两人文言急忙肯定的表示 我们绝对是真爱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然而上一秒刚夸下海口 下一秒他们就傻眼了 因为扇子哥竟然为两人准备了一碗翔和一碗虫子 两人可以各吃一碗 或者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牺牲吃两碗 当然奖励也很丰厚 已经达到了80万 这种事情如果让老八遇到 自然能把扇子男吃破产 可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挺有难度的 依依也是在此时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他撒娇地表示 宝宝如果你爱我 就请替我吃碗屎吧 而阿剑不知道是太爱依依还是太爱金钱 他竟然真的把这两大碗美食全包了 吃饱喝足过后 扇子哥告诉两人 接下来才是真正考验两人爱情的时刻 两人需要在不同的房间里分开睡一碗 而且还要没收通话工具 这样乍一看似乎并不算什么难题 可问题就在于两人的房间里面 分别有一个异性在勾引他们 面对美人观 阿剑虽然身体很诚实 可哪头轻哪头重 他还是分得清的 想用800亿碗的爱情换我500万大洋 你以为你谁呀 阿剑最终抵挡住了诱惑 没有做出对不起依依的事情 依依这边同样有着一个男子在勾引他 而且这名男子还是依依的偶像 不过就在男子想要依偶像的身份 和依依发生关系时 依依却说 我是崇拜你不假 可并不代表你就能对我为所欲为 依依貌似也抵挡住了偶像的诱惑 但偶像却说 第二天在吃早餐时 依依发现了阿剑脖子上的吻痕 阿剑好一顿解释才证明了 自己并没有和女人发生关系 就在扇子哥正要宣布进入下一关时 一名劫匪却闯了进来打晕了他 劫匪本来只想挤点钱 可当发现阿剑的余额都处于冻结状态后 他也只能无奈的把劫财变成了劫色 阿剑怒吼着让劫匪助手 却丝毫没有办法 突然扇子哥醒了过来 并递给了阿剑一把刀 阿剑因为心急救依依 直接就一刀捅死了劫匪 因为闹出了人命 扇子哥表示 他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 现在退出游戏 收回所有奖金 并报警让阿剑坐牢 二 继续游戏 拿到500万后再报警让阿剑坐牢 不用多说阿剑肯定不会选第一 但第二的话他也不放心 万一在他坐牢期间 依依拿着钱跑路了可怎么办 不难看出 两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最终还是依依说 他会在阿剑坐牢之前 为他生个孩子 阿剑这才勉强答应 和依依继续游戏下去 接着扇子哥播放了两人之前录制的视频 看着视频中彼此许下的海枯石烂石言 两人又不禁小小的感动了一把 就在此时 扇子哥却突然切换了内容 依依口口声声说 自己不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出卖的女人 可当一张张钞票映入眼帘后 他还是出卖了自己 不过要我说 这些钱最多也就几万块吧 你们的奖金可是500万啊 为了几万块就放弃了几百万 你可真是以大薄小紧张又刺激呢 阿剑得知真相后自然难以接受 而依依却非常无辜的表示 我都给你倒下来 还想怎么样 呵呵 看到这一幕后 我都无语了 不过也是啊 毕竟人家已经道歉了嘛 身为男生 的确应该大度一点才对 不如就派靳夫过来 给他来一套AQAERW按摩就算了吧 虽然阿剑也很想化身靳夫 给依依来上一套 可为了500万奖金 他还是忍了下来 两人在扇子哥面前愣是口是心非的说 还爱着彼此 而扇子哥也不拆穿他们 只是悄悄给了两人一人一瓶毒药 扇子哥表示 爱一个人并不代表他必须活着 哪怕对方死了 你照样也可以爱着他 要说这扇子哥也是一个老阴批 他竟然想让两人毒死对方 从而直接省下奖金 不过扇子哥却低估了依依的心机程度 在相互下毒喝下彼此送来的饮料时 依依竟然把毒药存在了嘴里 并没有喝下去 而阿剑一看这情况 也是彻底急眼了 他不仅坦白了 自己不再爱依依 甚至还化作禁夫 打算和依依同归于尽 然而当阿剑把依依杀死之后 他却发现 自己竟然迟迟没有中毒身亡 扇子哥则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给两人的只是普通的肚腾药 包括之前那名劫匪 也只是借助道具假死的而已 由于之前阿剑以为自己要死了 也就坦白了 自己已经不再爱依依 所以现在他的所有奖金也全部被没收了 这还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对于这种游戏 我想说的是 如果不能提前知道每一关的内容是什么 无论给多少奖金都是不能参加的 不然的话到了最后一关 他让你吃一吨响 或者是其他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务 你除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又能怎么办呢